车一定要把它给开下去啊 你开个三天两早晨呢 就和这个车似的 你就开个一年多的一个时间 你把它给卖掉 你到底涂了个啥呢 是吧 你这么新的车 二手车商呢 确实是好卖 我们的确卖起来呢 时间转盘率呢 是很快的 但是价格呢 你要让我们出的特别顶的话呢 也出不大笑 2021款当中一个军贵版哈 还算是一个次领配的一个车 2.0T330TSI那个车 并不是那个380的 这个车指导价呢 是252800 当时落地的价格 是在27万左右哈 蛮贵的一台车了 当然的话 你要是买上高配的话 你现在卖 买那个380的 你可真能让你哭出来哈 因为那个车 赔的不让你更多 老铁妹 我是不是给大家说过 你这个车型的话呢 买的买一些配置 相对来说低一些的成绩 将来卖的话呢 不会让你赔特别多一个钱 但是这个车呢 它已经算上是一个次领配了哈 比它配置再高呢 只有380TSI的 那个车呢 效率并不是特别的好 这个车当时落地下 价格呢 它也是不便宜的 而且呢 帕特大家都明白 之前呢 它出现过一些 像假人撞头啊 之类的这些事情啊 使它整个一个保质率呢 还是有一点点下滑的 那像这么一个车 它二手 能值什么样一个价格呢 或者说这一个车型 可挺别改的 保质还是不保质的 开着一年多 小伙子卖啊 一般来说 年轻人卖车的平均呢 是很快的 再加上年轻人呢 收入呢 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它收入也没有 特别多的一些余钱哈 买这个车呢 也不是做一些 过多一些打算 去把它给买了 卖呢 是要赔很多 咱来看看这辆车 开着一年多 让它损失多少钱吧 来吧 朋友们 大家眼前的这个车呢 就是今天呢 刚刚把它给拿下来的 去年的时候 车主买了大众的 帕特特的 其实这个车呢 它是2020年 12月底 把它给买了 它晚挂了一个月的牌 然后就成去年1月份 这个车了 这个车话呢 按真实年限呢 是属于2020年的 但是呢 我们都是按上盘日期啊 来进行一番估价的 大家如果要从网上 看那1月份 上盘的车呢 大多数呢 都是12月份买的 一个月挂领盘 可以挂好一个月啊 这个车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 它的一个通病啊 比方说这个车的话呢 刹车的话呢 会有一些异象 这也是大众巴特车主 能给我说的 最多的一个毛病了 刹车主是异象 但是这个第三代的 1A888的一个发动机 还是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的啊 这个车的话呢 动静的也还可以 330天赛的一个2.0T的低谷 最大马力是1846匹啊 变动箱是一个 气朗的试试双离合 这个试试呢 就要比280的 1.4T的那个发动机呢 要好了很多 那个车 现在还是干试双离合的 这个车的话呢 全部都是圆满圆期啊 像这样的一个车况呢 已经是不算特别的 好找了 而且这个车外观呀 真的还是挺好看的 你别看新款出了 新款出了外观 你和它去比的话 也没有任何啊 那些大的差别 就在于它的一个 前缸大灯 外加上尾灯了 内饰呢 也是几乎一模一样 一个18英寸 一个铝合金轮固 也是蛮好看的 下面呢 给大家拉开这车内饰啊 看一看 这个车型的话呢 你仔细看一看 它和上一代的 Tart呢 有很大一个区别 包括整个一个前 头中控啊 还有它的一些物理按键啊 都是更新的了 螺丝进风处呢 我们也进行仔细检查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车 但是这个车呢 坐起来呢 是真的有点硬啊 能看到 还有座椅加热 这么一个功能 自适应横温空调 前排 双醉加热 一键启动 自动活车 多功能 娱乐系统 无线卡普类 还有手出式的大屏 这辆车全部都有了 方向盘也是多功能的 可是呢 它没有更新到 最新款的一个方向盘 这一点呢 就有点点可惜了 新款方向盘呢 更加的具有科技感 咱们来看一看 一个第二排的空间 因为轴距呢 已经是达到2米87了 第二排空间 也还是蛮大的 全车的话呢 我们看上去 分别感也还是很不错 那最后呢 就它的一个价格了 大家感觉现在 还能值多少钱呢 马上为大家来接下来 朋友们 咱这个车呢 咱看完了 像这个车呢 报价的话呢 是在一个十几万多 不到二十这么一个位置 我们这个车 拿上价格呢 是在一个十六万 十八万六 把车里收回来的 老铁门感觉怎么样子 其实这种车型的话呢 它外观和新款 是有一些差别 因为Parta这个车呢 中期改款了 中期改款之后的 Parta呢 外观还有它的后背 都是做出一些改变的 但是这个车呢 反正我感觉 开起来质感呢 还是和新款的一个样子 大家喜不喜欢这个车型呢 如果大家有喜欢呢 欢迎在PIN区里面 多多留言 我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